26岁奥运冠军陈若林金矿,退役后变得超漂亮,现在一般人不认识近日跳水。 五金王陈若林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则共态,在配图中能明显地看出,陈若林身穿一件黑色脸体裙裙,头发编织得很有女人味,陈若林真的变漂亮了。 他在微博上写道,感谢盈姐和世明哥的邀请来参加慈善晚宴,据悉陈若林是参加邹世明和他妻子燃影影举办的慈善晚会。 陈若林于1992年出生于江苏南通,天资聪颖的他在2006年,以14岁的年龄出战跳水世界杯,陈若林与贾同合作赢得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,第一次品尝到世界冠军的味道。 两年后的北京奥运会,他又成功包揽十米跳台,单人及双人项目两枚金牌,这一切的一切足以说明陈若林在跳水方面的天赋与努力。 喜欢看跳水的朋友们都知道,陈若林有一个非常可怜的绅士,父母在他三岁时离婚,妈妈亲带着哥哥移居加拿大,而若林则跟随外公唐师和外婆陈桂英生活,并改跟外婆姓陈, 这一切的经历都让陈若林在跳水方面更加的努力,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出成绩了,才能让他们过得很好。 陈若林的跳水生涯可以用璀璨一词来形容。 2012年,陈若林在伦敦奥运会成功为年十米跳台单人及双人项目,在四年后的比约奥运会上,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, 中国选手陈若林刘慧侠获得以354的分数得得冠军,在其跳水职业生涯一共获得五枚金牌,这让其他的运动员望尘莫及了。 而陈若林运动员生涯时候的照片,则是萌萌的和胖胖的,样子非常可爱,退役后的陈若林,变成了一个玉女模样。 在北京时间8月14日,陈若林在微博上更新了一则动态,写道, 恭喜林总喜提自拍,从图片中能看出陈若林的外貌非常可爱,样子楚楚动人,最后祝福我们的跳水女神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